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收看Tune的實況 我是薰古烈,今天要晚一點魔女之家MV 沒錯,我們今天要再晚一點Extra難度 所以是...這已經是EX3囉 那...這個上一集也就是魔女之家EX2這個回想比較沒有這麼熱烈喔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還是不免許多說一下 這一集一樣有like challenge 那只要這一集突破三個喜歡的話 我們就會很快的推出下一集的魔女之家EX級數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比較沒那麼快推出 好啦,我們回到我們上一集的進度 上一集我們這個青蛙 青蛙還在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要把青蛙放進去嘛,對不對 但是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 它會跳走 那我上一集結束之後想了一下 我們不是還有一個青蛙嗎 在找對稱的房間裡面有一個 喔對,這邊那一條是幻覺 呃... 這個對稱房間 有一個青蛙玩偶 我們可以拿這個吧 對啊,拿這個吊包一下 拿走 這樣就有了青蛙的玩偶 然後 我們就把那個青蛙玩偶餵給那個蛇看看 雖然我不知道他想不想吃玩偶 希望 是猛混的過去啦 好,我們就直接 青蛙玩偶塞進去啦 究竟行不行呢 欸,他生氣了 那隻蛇生氣了 等一下,那洞變大塊了 躲在洞裡 抓住他 哇賽,結果最後還是得要犧牲青蛙嗎 好吧,我們還是把它塞進去好了 不可能再對我們對上事件 天啊 好吧,我們還是塞進去吧 起碼不願意那樣子 天啊,等等會變成怎樣啊 這沒沒有 好,這邊一樣這邊一樣 為什麼那個雕像動了一下啊 貓的雕像 貓的雕像 貓的雕像倒在地上 喔,原來可以跳過 哇賽,剛剛那個是會把我們壓死是嗎 貓的雕像 開玩笑的 等一下不要物視我啦 哇賽,原來那邊有陷阱啊 呃,我看一下 存在這裡 那這邊呢 你這個也很可疑喔 嗯 這樣 所以你到底是 你有什麼問題啊 好 那這邊呢,這邊有變嗎 看一下 閉翼之眼睛 不知道 我後來發現,我後來想到一件事情 你看這邊都是填空體 但是有的時候他省略那些字 不一定代表跟Normal一樣 所以 上一集就會有那種 蜘蛛 勢力不佳就被 整個被蓋掉 其實蜘蛛沒有射忙 所以之後才跑來追我們 對啊 也有可能有這種設定存在 為什麼那個眼睛看我們啊 哇,我真凱 三個都是,天啊好可怕喔 哇,我直接吃掉欸 我直接吃掉欸 欸,這邊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欸 這邊要怎麼做 全部都是真 等一下,我看一下這邊會怎樣 欸,他不會蓋我 他不會把我們砸死欸 那他到底為什麼一直在動 你是刻了什麼東西一直在動 好可怕喔 等一下,我們身上還有什麼 只有信 等一下喔 這邊寫 閉什麼什麼眼睛 恩 有可能是什麼 閉上一隻眼睛 閉著一隻眼睛 他現在這樣子 就不可能是閉兩隻眼睛 或是睜開兩隻眼睛啊 或者是閉上一隻眼睛就會死 有沒有可能 總之 沒關係 我們還是每個地方都調查一下 先從 這裡 這裡 然後這邊會死對不對 欸,這邊不會死 但是這邊會死 那這裡呢 有鑽進去的小洞 這裡 被我們蒙到了嗎 都被 啊,還是死了 等一下啊 我想一下喔 這樣子都死的話 每個都試看看 這裡 這裡 可以 睜開的眼睛 欸,這邊跟這邊是一樣的 但是這邊進不去 算了 還是進去這邊看看 進去 其實我不想多待在這個地方 我不想在這邊待太久 這邊太可怕了 這個眼睛真的是 我覺得魔女之家 數一數二恐怖的地方 這邊一定是其中一個好不好 再試試看吧 進去 應該是在 背面其中一個吧 跟我想的不一樣嗎 怎麼樣才能讓他閉上一隻眼睛 欸 閉著眼睛 閉著的眼睛 閉著 喔,這裡嗎 但是 會跟那個 紙條上面寫的一樣嗎 哇 居然在這裡啊 這邊有陷阱嗎 喔,通過了 呀 這層樓真安靜 不知道四樓的extra難度會怎麼玩喔 欸 還好我靈機移動 馬上就想到 背面 對,想到背面 如果 如果說我們一開始 沒有想到背面 我們一直在正面 一直調查一調查 是沒有結果的 好啦,我們第一個先去哪裡 第一個先去 左邊好了 欸 鏡子映照出沒有眼睛的自己 為什麼這個鏡子這麼恐怖 用什麼什麼上音樂盒演奏 那就讓他發出聲音吧 然後 然後 欸等一下那個玩具士兵是不是長得有點不一樣啊 欸對耶 拿著玩具槍的士兵人喔 為什麼你長得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做 這邊有變嗎 某個生命少女的故事 閱讀 於是叉叉叉成為了魔女 魔女之家中 居住著許多奇妙的生物 雖然跟他們說話相當有趣 但是 沒有辦法讓叉叉叉的心靈感到一絲溫暖 因為他們沒有人類的心 某一天 叉叉叉向他提出了請求 我想要一個人類的朋友 黑貓姿態的他同意了 然而 欸你怎麼了你還好嗎 需要幫你叫救護車 小小的球 茶色瞳孔的眼球 所以我們需要把那個 等一下先存檔 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那麼單純喔 所以我們要把茶色瞳孔的眼球給他嗎 你要茶色瞳孔的眼球嗎 橘漆眼球 什麼 What 欸真的很恐怖耶 怎麼啦 這是怎樣 你對 你不喜歡茶色瞳孔的眼球是嗎 好啦我們只有拿到茶色瞳孔的眼球 我們去這邊看看 上鎖了無法打開 我剛才很好奇 我剛才很好奇 Extra難度的萌娜麗莎會長什麼樣子 What 花瓶裡裝著女性的頭顱沒有雙眼 我被這個東西嚇到了 Extra難度是怎樣 裝上眼球 將茶色瞳孔的眼球塞進去了 女性吐出了什麼東西 士兵的發條 先存檔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蠟燭亮了 裡面有聲音嗎 等一下裡面有聲音嗎 女性的透露 等一下 我去看一下那張紙條 欸 這邊沒有紙條耶 所以不是發出聲音嗎 這層樓的機關不是 發出聲音嗎 好 我現在真的是 腦袋有點錯亂 你要士兵的發條嗎 找不到可以使用發條的地方 欸 好我們再回去那邊看看好了 到處調查一下 有一些碎紙片 閱讀 四位女性的眼球被奪走 關於眼球的所在之處 以下是我們所知的部分 紅色的瞳孔眼球在看不見之人之中 藍色瞳孔的眼球在腐爛之物之中 綠色瞳孔眼球在叉叉叉 茶色瞳孔眼球在紅色箱子之中 看不見之人 看不見之人 看不見之人是指 這邊不能調查 完全不能調查 再看一次 所以這關的機關應該是 讓四位女性 找回她們的眼球 那我們 只有找到茶色的瞳孔 那腐爛之物 我也不清楚在哪裡 腐爛之物 腐爛之物 目前我沒有線索 看不見之人 只能到處去找一下 瞳孔研究 所以我們要看法色 去判斷 要給什麼樣的瞳孔 如果給錯可能就會死掉 是嗎 那 如果說維奧拉也算是其中一位女性的話 就是鏡子裡面的維奧拉 那她是金髮 金髮的話 金髮不就是茶色瞳孔嗎 金髮有可能是茶色瞳孔 但如果她不是茶色瞳孔的話 她還會是什麼瞳孔 就不會 她不會是紅色 然後剛剛茶色試過也不是 所以只會是綠色跟藍色其中一個 好我們看一下這張紙條 沒有彈的必要 彈一下 她剛剛是不是笑了 那個女性剛剛是不是笑了 調查一下 我們把 瞳孔交出去了嘛 那現在我們 試著用四不音的發條來 演奏音樂盒好了 對啊 試試看 看看 插上士兵的發條 好 音樂盒開始演奏 來看看有沒有用 還是不行嗎 拿著玩具槍的士兵人偶 舉著槍一動也不動 背上有個小洞 我去把士兵的發條拿下來看看 把士兵的發條拿下來看看 發條拔了出來 來喔我們要從後面來囉 嘿嘿嘿嘿嘿 先入個士兵的發條 這樣呢 所以插上了發條之後 你要做什麼 看一下喔 欸都 存在這裡 所以這個 插上發條之後呢 還是無法打開 進去再出來之後呢 不知道他就定在那裡 整個定格 小小可愛的桌子 我來找找看有沒有看不見的人 看不見的人 哪邊有看不見的人 哪邊有看不見的人 到底哪邊會有看不見 喔對了 有一件事情跟各位看官說一下 之前在 Normal難度第一集的時候 我有提到 就是EP1 不是EX1 是EP1 我提到這遊戲不能寫走 但是那個時候我的魔女之家 好像是1.01吧 現在是 我有更新到1.05 他就可以寫走了 所以看來作者是有想到這一點啦 後來更新他就加上去了 那現在怎麼辦呢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也是無法打開 小小的一行字 四人的眼球 恩 調查一下這裡看看好了 有沒有東西啊 哇 哇 火油卡關了耶 我在想想看喔 2000 years later 欸 原來可以轉嗎 那我應該怎麼做 向左 喔 喔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要在他背後 我們不能讓他對著我們 再向左 再來呢 不是啊 我要你對右邊開槍啊 你可以你可以對右邊開槍嗎 拜託 喔喔喔喔 門壞掉了 向右轉就是開槍喔 只能是危險啊 差點射到黑毛 哇我們要去看 萌娜莉莎 天啊 我又沒有報名什麼 達文西化斬 天啊 我不想面對喔 果然嗎 變得更可怕了 腐爛難過 敲擊 哇又一個 又一個女人的臉 沒有雙眼 敲擊 全部都壞掉了 我不敢去 欸這是什麼 難怪裡面有張紙片 閱讀 未點亮的燈之下 未點亮的燈 應該不在這裡 這邊寫什麼 樂譜被藍色的眼睛注視者嗎 好我決定先做一件事 我決定拿拿看藍色的樂譜 恩 不是說被藍色的眼睛注視者 未點亮的燈之下 是這裡嗎 是這裡嗎 這邊可以進去嗎 無法打開 看不見的人 看來不是這裡 茶杯 未點亮的燈 看一下是不是在這裡 嗯 恩 未點亮的燈 我們去左邊的房間看一下 那個玩偶士兵怎麼不見了 喔 愛蓮出現在這裡 可是我還是不能對話 那看不見之人到底是指誰啊 這邊的燈都有點亮啊 去一下那邊看看 這裡嗎 燈點不亮 桌子下面有張紙片 白色容器之中 這是怎樣 這是在玩我是不是 這是在玩尋寶遊戲是不是啊 一直給紙條 然後不給我東西 白色容器 這裡這個嗎 看起來不是喔 那我們去鋼琴的房間看看 是你嗎 白色容器 喔茶杯裡放的紙片 大的黑色箱子之中 哪裡啊 哪裡有大的黑色箱子 先去上面看看 應該都不是這個吧 那可能在 盒茶的房間 看起來不是這個 大的黑色箱子 他不是黑色的啊 嗯 大的黑色箱子 啊這邊可以開了嗎 我們先想想看黑色的東西有什麼好了 鋼琴嗎 什麼也不做 好像也不是 欸 真的假的 鋼琴裡面夾著一張紙片 腐爛的腦袋之中 腐爛的腦袋 是說小丑盒子嗎 去看一下 還是你 看起來不是 蠻是紅色的液體 好像也不是耶 腐爛的腦袋 是說那些女人嗎 好像也不是 那就只剩下 叫做蒙娜麗莉莎囉 我們要去找蒙娜麗莎嗎 真的假的 沒有雙眼 腐爛的腦袋 欸 腐爛的腦袋 喔 南瓜嗎 可是 哪一個啊 不是吧 轉一圈了啊 仔細看有什麼東西在紙片下面 藍色通孔的眼球 我決定 我也可以認真去思考 到底要給誰藍色眼球啊 但是這種狀況 我已經沒有耐性 我們硬A吧 藍色眼球 看起來不是喔 他沒有直接讓我死 他會直接跟我說不是 G7眼球 藍色的瞳孔被吸進了畫裡 欸這是蒙娜麗莎沒對我們做什麼 點亮的藍色的燈喔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應該做什麼 黑髮女性的話 藍色的眼睛盯著對面牆壁 所以我們還是要追逐戰就對了 伸手去拿 不是是玩具士兵啊 居然是玩具 喔這些 腐爛的南瓜會 讓我的速度變慢耶 喔這個真的有嚇到我 我們試著克服這個 追逐戰吧 不要踩南瓜 不要踩南瓜 還是踩到 我沒有看到那個南瓜 再試一次 我相信我們可以的 先看一下喔 路線大概是這樣 希望我們可以成功啊 如果這樣還沒有成功 我們就要換路線了 是打得開嗎 打得開 等一下 成功了嗎 成功了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做 再伸手去拿一次 但是蒙娜麗莎不會 他把 他把紙條 跑去哪裡了啦 我們再試著找一下吧 藍色 不是藍色 那張紙條跑去哪裡了 喔好討厭喔 他把紙條搶走了啦 這邊打得開嗎 無法打開 還有可能藏去哪裡啊 這邊打得開嗎 打不開 那這邊呢 嗚 嗚 等一下啊 那他會把紙條搶去哪裡啦 看一下 而且我們也不知道那些 我也不知道那個玩具士兵會跑去哪 再看一次 欸 看一下喔 伸手去哪感覺會死 虧視裡面 裂痕持續蔓延到深處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 屍氣及腐臭味 所以另一邊是 大蛇的房間嗎 我們要回去那裡喔 真的假的 我們一直 這個難度我們一直在回去一些 我們不想回去的地方 而且青蛙會不會跑來復仇啊 等等我們到那邊再存檔一次喔 黑貓不見了 好喔 沒關係 我們 無所畏懼 好不好 算了前面被 紙條在這裡嗎 仔細看 有一條可以進入的空隙 真的假的還要進去喔 在這裡嗎 一堆骨頭耶 白色的紙丟在這裡 無線譜 這邊有沒有追 主 戰 嗚嗚嗚嗚嗚嗚 大蛇大蛇 不是 等一下 我還以為會被追上 看起來沒事了吧 趕快趕緊衝回去 不想再面對他們了 紙條是不是爛掉了 好喔 好 我們趕快回去 趕緊的 接下來呢 無限譜放在鋼琴上 無限譜 放上去 什麼也不錯 鋼琴自動開始的演奏 啊然後咧 你沒有 你不是應該彈給我什麼嗎 你不是應該給我點什麼東西嗎 沒有彈的必要對吧 對 好 欸 有了有了 我看到看不見之人了 在這裡對吧 好像有什麼人坐在這裡的樣子 某個人像這邊遞出我什麼東西 收下 紅色瞳孔的眼球 好 我們先存檔 然後我們交給他紅色眼球 雖然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這個啦 所以你有眼睛了嗎 我們先存檔 我不知道那邊的猜謎會不會也變得更難 趕快進去 真難得 Extra難度 萌娜麗莎居然不會整我們 欸 剛剛是什麼東西 沒仔細看 是艾連嗎 回答問題 箭頭 是誰曾試圖拋棄誰 這個應該是指艾連喔 呃 故事是這樣子的喔 一直以來 艾連的父親對艾連很不好 只有媽媽對他好 直到有一天 他媽媽 你知道 歪語了 那 以這個故事來看 拋棄的是誰 是媽媽吧 是媽媽對吧 打錯我是不是會死啊 點頭 欸 這樣算答對還打錯 是誰沒有正視過 爸爸 點頭 是誰愛著他 媽媽 各位看管你們想看答錯嗎 可是我很想趕快破一破耶 是誰被 插了 兩個都是啊 不是兩個都是嗎 我們先對媽媽點頭好了 然後呢 另一個也要點頭是不是 是誰帶著點點點來到這裡 恩 黑貓吧 是我吧 是我吧 對 最後的問題 正在詢問你這些問題的我 是誰 呃 我覺得是房子的意志 正確 謝謝 掉下了眼球 我們先我們先存檔 我們先存檔 我們應該可以 我們應該不會死吧 先存檔 這樣子我們下一集就可以從這裡開始 然後 我們 啊不對我蓋掉了 好對不起各位看管 你們想知道打錯會怎樣 就自己去看其他影片好了 對不起各位看管 對 好總之我們錄了33分鐘 我應該會剪到27 28吧 對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下一集再繼續 我們魔女之家 MV Extra難度的實況 好那我小明天的實況 就先做到這邊好了 Let's call it an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 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想繼續看下去的話 可以在影片右下方 按個訂閱 從現在開始成為看管吧 Be an audience 順便按一下鈴鐺 對我的影片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 評論圈裡面 您熱意見是我影片進步最大動力喔 也別忘了去追蹤我的FB專頁還有IG 好啦 那我想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白米